近日,小树林里怪事频发,传闻森林里出现了传说中的大脚怪,一群作死的学生为了引出怪物,竟然大半夜学狼叫,于是理所当然地领了盒饭。 森林附近一个农场主的马也受到了袭击,于是农场主打电话叫来了兽医,这个兽医就是尼克的女朋友朱丽叶。 朱丽叶看到马儿身上的砖痕,预感着绝对是个大家伙。 之后马主员带着朱丽叶查看了被破坏的栏杆和部署夹,跟着瘦大的脚印进入了森林,找到了那几个学生的尸体,吓得朱丽叶赶紧打电话给尼克。 随后尼克带着警察们来到了马棚这里,看着地上被开膛破肚的年轻人,觉得这种事情不像是人类做出来的。 这时草丛里传了动静,原来是一个幸存的女同学,这个女孩被吓坏了,大声困喊着说是大脚怪杀了自己的泡妙。 尼克根据一落在现场的摄影机,找到了凶手,是一个穿红色衣服的高档男人。 肖恩觉得,这应该就是传说中的大脚怪了,但是一个野人怎么可能穿衣服呢? 另一边,狼叔家里,半夜的时候他感应到有什么东西靠近了,他藏在楼下扑倒了开门进来的人。 发现竟然是自己的朋友红太郎。 朋友,你还好吗?许久未见,怎么忍不忍狼不郎的? 还上了新闻,成了别人口中的大脚怪和杀人犯。 狼叔把红太郎帮到沙发上,准备给他处理伤口。 狼叔没听懂,但红太郎已经投影完晕过去了。 第二天,狼叔把尼克喊了过来,尼克看到黑迷不行的红太郎,惊讶这个狼人怎么不会隐藏自己的形态,全世界都能看出来他不是人了。 狼叔解释道,因为一些不明原因,红太郎在变身到一半的时候卡bug了,红太郎以前跟自己一样,吃摘念佛,修身养性,不可能会去杀人的。 狼叔说到一半,忽然闻到了狗子的味道,原来是警犬追踪红太郎的气味,追到了这里。 当时闻到狼叔的标记后,吓得不敢靠近,狼叔赶紧把红太郎的衬衫脱了下来,穿在自己身上,他得把警犬引到森林里去。 不然等会儿警察过来敲门就麻烦他,说完就披上衣服跑回了森林。 警犬在后面紧追不舍,警察也追了过来,狼叔很快就被逼得无路可走了,只能显出原形大和声。 警察门一看是狼人爸爸一秒变乖,老黑也听到了咆哮,但还没来得及戏砍,就被冲出来的狼叔撞倒了,可把老黑吓坏了,半天没回过神来,愣愣地看着狼叔逃走了。 狼叔回到家后告诉尼克,完蛋了完蛋了,让人类看到狼人的样子了,尼克也不知道该说点啥。 这时红太郎清醒了过来,当着两人的面从后颈拔出了一根管子,嘴里说着,我真的努力过了。 说完就瘫倒在墙角,失去了呼吸,死去的红太郎也逐渐变成了人形,狼叔非常伤心。 之后两人把红太郎抬到森林里,为造成畏罪自杀的现场,很快老黑找到了红太郎的尸体,开心地打电话给尼克,可他怎么也想不明白,当初推倒自己的那个人真的长这样吗? 随后尼克也感到了这里,假装不知情的样子,从红太郎后颈取出一个仪器,交给法医去查一查,但事情并没有高一段落,镜头一转,又出现了失控的狼人。 他杀死了一个流浪汉,随后被另一个流浪汉击杀了,这个狼人是一个没有前科的老实人,后继也发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仪器。 狼叔来到狼人酒吧,找几个狼人打盘一下情报,面前这个兔狼说,上次见到红太郎的时候,他整个狼容光焕发地告诉所有人,他被治好了,谁知那么快就……。 根据吃瓜群众抵光的情报,红太郎似乎心理上有什么问题,去看了心理医生,并且二郎三郎也去看了那个心理医生,这个心理医生一定有问题。 于是狼叔打电话告诉了尼克,说红太郎去过一个心理诊所,并且二郎三郎也去了。 尼克觉得事情不妙,反问道,二郎,是今天早上死掉的那个二郎吗? 狼叔十分震惊,今天发狂杀死流浪汉的竟然是二郎,接着他给三郎打去了电话,谁知接电话的是三郎的弟弟四郎。 四郎说,狼狼前几天发狂跳楼自杀了,看来那个心理医生绝对不是个正经医生。 经过老吴的一番调查,在三头狼的后警都找到一个仪器,那是一种皮下注射器,往身体里持续收送一种特殊药水,都是同一个工厂生产的。 收购者正是那个心理医生,狼叔非常的愤怒,当晚就去到心理诊所, 这位医生对他的朋友都做了什么? 医生说自己只是想让他们摆脱痛苦,因为他们压抑贴心过久,有点抑郁了,不知道自己是谁,也不知道是该当狼还是当人,活得太迷惘,太痛苦了。 所以才研究出一种特效药来帮他们,没想到酿成悲剧。 说完,医生的手开始颤抖,原来他自己一直在用自己做实验,希望实验成功了再让病人使用。 当时那三头拼命三郎等不及了,直接使用了半成品的药,一个个的都进入了狂暴模式。 但是,医生也控制不住自己了,发生半了,暴揍了狼叔。 还好你也及时赶到了这里,看到有人来了,医生联盟破窗了逃,逃到了一家剧院,奇迹了路人。 被紧随气候的老黑一枪击毙。 医生在老黑面前慢慢死去,老黑目睹了这个长毛怪并回了人形,整个三关都破碎了。 你可不好解释什么,只能假装看四处的风景。 在狼人酒吧里,狼叔还讲了这么一个笑话。 这个像话二十里一个道理,不管是银河戒酒还是银河的心理治疗,都会运速则复达。 再告诉大家一个消息,下一集就是大结局啦,狼叔都陪伴大家那么久了,不如先点个赞再跑呗。 话说你们还有什么想看的剧吗?欢迎在评论里告诉我哦。